来咱们继续啊 刚才人文说懵逼了 说为什么懵逼呢 说没代码 看不见代码心里不踏实 讲操作系统也没法写代码 是吧 我就给你们把这个逻辑梳理一下 你要什么代码 没代码 那我是说什么呢 我告诉你啊 刚才这个东西啊 你们现在先有点印象 明白吧 咱们一会对着代码 再回顾这些东西 看能不能理解 听不懂 可不就这样吗 光看定义 谁也看不懂 对不对 就得有效果 其实这里面还差一个什么内容没说呢 其实我跟你们讲 说到这 什么 什么三胎 哪三胎 哪三胎 ok 那个先不说啊 我先告诉你们 咱们现在说的 我跟你说啊 咱们现在说的线程进程 这是不分语言的 明白吗 这是操作系统级别的线程进程 而且进程是操作系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不管你是什么操作系统 记着我的话 不管你是什么操作系统 肯定有进程 能理解吧 可以 它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 那我是说什么呢 咱们现在学的 咱们现在学的 咱们现在学的是不是叫Python呢 Python只是一门编语 懂吗 Python 它可以开进程线程不 当然可以 Java能不能开 C++能不能开 都可以开 对不对 但是开线程开进程大家开的方式不一样 理解吗 我上面讲的这些跟语言无关 是每一门语言它都线程进程都是这么回事 懂吗 就是接下来咱们再讲的那种就是Python自己的了 你看吧 Python这个线程进程啊 我一说啊 不知道你们了解不了解 那简直就是 就是 是怎么说呢 我跟你这么说 就是 就是一开始 Alice就是每回就是给人讲课就是第一天讲课嘛 就说不敢讲JIL你知道吗 如果说大爷说我告诉你们有个JIL 怕你们到时候不来了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有点像bug 像Python的bug 不是它bug 不是它bug 是它像个bug 没有啊 这个里面有 就是说啊 我告诉你 这个内容 我认为 就是说 Python它这个 Python其实一会儿我给你们介绍啊 JIL到底是什么 这个东西它 它它它它 没法开多线程 没有 它没法开多线程 也不能这么说啊 它能开多线程 但是它不能用多核 它只 就是你你电脑是四个核 对不对啊 它用不上 你明白吗 它就要一个核用 它就用一个核 效率低呗 效率低呗 对啊 那就低呗 有个人说低 为什么还有这个这么低的 这个什么呀 咱们一会儿说 行吧 咱们现在 先说什么呢 咱们先讲 咱们先 对吧 咱们先写代码 行不行 咱们看看到底 怎么开一个线程出来 线程到底能做什么事情 效果是什么 行吗 证文 听听看 我都伺候不了你啊 我发现 证文哪天我要不干了 你知道我非得把你弄走 带着你走啊 你不适合啊 咱们要讲什么了 讲线程 对不对 没露 我刚没露是吗 没有 露了不用看 我这不露了 我说了 我说了 咱们之前写过的代码 是不是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进程 里面有一个线程 对不对 无论你写什么 对不对 都是一个主线程 那接下来 大家来看 我们到底去如何开一个什么呀 线程的 咱们先从线程开始讲 线程它属于一个小大维码 引入一个模块 叫striding 这个模块大家眼熟吧 眼熟 在哪见过 是不是在咱们的sucky server里边有这个东西啊 对 这个词叫什么呀 就是现成的意思 明白吧 记下来 后边还有一个叫什么东西啊 叫进程的东西 要分开它们 引入这个模块之后 大家来看啊 我们直接写 一个什么呢 我们直接 做一件事情 今天事情 咱们做一个最简单的 打印一条消息 行不行 打印一条消息 我们打印一条消息 把它写到一个函数里面去 可不可以 对 这个函数叫什么呀 对 这个函数叫什么呀 hi 行不行 可以 Hello world 这里面要不要给它传一个参数呢 传个参数吧 传个number 行不行 对 然后在这里面打印个什么信息啊 print一个 Hello 什么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叫number干嘛 来 来 大家看啊 这个简单吧 没法更简单的一个函数写完了 那这个函数我想给它 其实咱们说了 每一个函数它在执行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肯定是有时间消耗的 对不对 在这里咱们模拟一个时间消耗 行不行 假如它花了两秒钟到三秒钟 行不行 加个什么呀 加个时间模块time 然后呢 是不是在这里加个time.sleep ok time.sleep time.sleep 多来两个 三秒钟好吧 来个三秒钟 这是一个函数 接下来大家注意 我现在 看着啊 咱们之前学是不是这样写啊 直接写什么呀 是不是在这里这样写啊 对 是不是这样去执行 这样执行 三秒钟之后 是不是结束啊 没问题 对不对 这叫什么呀 这叫你开了一个进程 在运行的过程中 这个进程里边有一线程 这个线程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的 是不是 就是这段代码做的事情啊 从上到下开始执行 整个完全是一个线程 没问题 对不对 这个线程是这样 那我现在不这样去执行了 我问大家啊 我现在执行 刚才我是执行了一个hi 对不对 执行了一个10 然后我问大家 我现在能不能开多开几个 我写个9 好吧 再写个8 你们告诉我结果是什么呀 hello10 3秒之后hello9 3秒之后hello8 对不对 是不是要一次往下执行啊 那好 我现在不这样执行了 看着啊 写个放行环 别写放行环了 直接写个最简单的 创建一个子线程 是通过一个叫 thriding. 什么 thride thride 这是一个类 ok吧 你thriding.thride 这是在干什么呢 你再实力化出一个对象来 明白吧 这个对象 给它起一个变量去接收 比如说叫t 叫t1行不行 t1 ok吧 t1 那我问大家 他你开一个县城 我说了 这就叫开一个县城 明白吧 你开一件县城 肯定是让他去干嘛呀 做一件事情 处理一个任务 对不对 这个任务是什么 hi 这个函数 是不是就是一个任务 我让他去执行这个函数 其实是不是就帮我完成一件事情 对 是不是 我怎么把这个函数给他呢 一个叫参数tabit tabit这个固定的一个参数名字 就tabit等于什么呢 等于你要去处理的函数名字 所以我应该写什么 是不是应该写hi 记者 是函数名字 不是函数执行 懂吗 是函数名字 问大家这个函数有没有参数 有一个参数 对不对 有一个参数 就给他加上一个叫ax的东西 这都不能给 都是固定的 tabit ok吧 开了他之后给个几啊 给个10 行不行 好 给个10 干嘛再给个 你里边就一个行餐 没问题大家对不对 我现在拿到了一个t1 大家来注意 你看我现在执行 你们说有效果没有 报什么错 没有效果 对不对 知道为什么没效果 你现在这个t1 只是拿到了一个对象 你什么事都没干了 ok吧 你要想让他干很简单 怎么做 怎么做 t1点通过一个 我说了 通过一个叫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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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 来击巴他 叫什么函数 start 启动函数 没有 你在刚才写完这句话 只是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只是创建了一个 现成对象 对不对 这个现成是一个子现成 ok吗 现成对象 那我问大家 你现在 你们猜想一件事情 按照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现成的那个理论 你们猜想 猜想一下这个什么 猜想一下这个结果 应该是什么 什么 是什么 是什么 Print 不是 hello什么 hello10 是吗 好 加一个东西 ok吗 加一个什么呢 复制一下吧 再创建一个现成 创建现成就叫现成叫几啊 t2 行不行 参数换一下 换9 行不行 他来一下 好 这也是t2 对不对 我最后再答应一个结果 叫print ending 行不行 结束 好 谁来猜一下结果 19 19 我惨 是19啊 我还不知道19吗 东北啊 你猜一下吧 看你挺什么的 大家来看啊 按照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现成进程这个概念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个主线程 是不是有个主线程 谁是主线程啊 我就知道 从上到下肯定是按主线程执行的 对不对 对不对啊 按主线程执行的 走到这的时候 主线程创建了个子线程T1 对不对 然后又创建了个子线程T2 T1T2 然后是不是都跑起来了 跑起来最后 这一行是谁的 主线程 是主线程的 是主线程的 好 大家告诉我 结果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别说话 叫什么 好展是吗 好展是吧 结果应该是什么 有什么样子的 有相互顺序吗 有 谁先谁后 HELLO 10 HELLO 10 到HELLO 9 中间有停滞吗 没有 HELLO 9 然后呢 过3秒钟之后出现ENDING 是3秒钟还是6秒钟呢 3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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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郑文 有吗 算 我说啊 有像话吗 我没像话 那挺好 那个 村长 跟谁一样 全让你说住了 感觉一样不一样 你这 比于不败之地啊 这谁敢跟你玩啊 我们看一下结果行不行啊 看一下结果啊 看着啊 错了 没猜到吧 你们 这简直的就是我跟你说 真是 我就知道你们没想到 来 重看啊 不是 怎么回事 噢噢噢对 这是写的 这是少写的一个东西 少一个括号 是吧 嗯 这样 对 这是D 是吧 大家看这个结果了吗 大家看 看到了吧 什么情况 这是 这跟咱们之前的玩法 是不是太一样了 一点顺序都没有了 是不是意思啊 Ending都一块出来了吧 能理解吗 可以 太快了 太快了 问你们啊 想不到现在看结果 我觉得应该能想通吧 你这是不是一个现场 走哪一段程序 是不是走这一段程序 这是不是一个现场 走哪段程序 是不是这一段程序 他自己是不是个主现场 对 是不是相当于 大家看 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 都独立的 可大可不 走 我那QQ呢 好多工 来看 大家看 这就相当于个什么事呢 这就相当于啊 你这里面是不是一个现场 一个一个进城啊 你在这个进城里面本身自己有一个 是不是就一条什么呀 主现场啊 对 对不对 他从上往下执行 这是咱们以前学的情况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们啊 但是 现在刚才我们是不是开了个T1T2啊 你知道你开T1T2意味着什么 就在最开始的位置 又开出来一条现场 跟它是并驾齐驱的 理解吗 又开了一条 是不是T2啊 都跟它并驾齐驱 大家同时在跑 理解吗 大家同时在跑 我问大家 这是你的主线程 你的主线程 接下来开完两个线程 两个线程跟他同时在跑 主线程接下来要执行的代码是什么 看这个程序 执行代码是什么 什么T1啊 那不是开线程的吗 开完两个线程 两个线程跟他并驾着跑 接下来我的主线程接下来跑什么呢 是print ending啊 你的两个子线程在跑什么呢 是print hello number 对不对 大家是不是同时在跑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同时出现的状况 同时出现状况 那我看 看着啊 我的主线程打完print ending 结束没有 你的主线程结束没有 当然已经结束了 同志们 他已经自己所有代码是不是都实现完了 但是整个程序执行完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是不是还有两个子线程没办事呢 两个子线程是不是还在那停制三秒钟呢 同时是不是在停制三秒钟 不是说一个三秒钟之后又等三秒钟 对不对 是两个共同停了三秒钟之后 是不是就整个进程结束了 什么 没停三秒钟吗 不可能没停啊 怎么没停啊 这不一二三吗 四 吓我一跳 没事吧 停啊 为什么不停啊 肯定停啊 对吧 能明白吗 大家 这是不是就咱们说那个线程实现一个 并什么 并发呀 是并行吗 不是 有同学说 是不是并行不知道 你这有几核 对不对 你开线程了 到底是有几个cpu 有这个疑问没有 是不是有啊 我这电脑几核啊 应该是四核吧 我这电脑要是四核的话 咱怎么考虑这个问题啊 我这四核的话开了几个线程啊 三个 按理说你操作系统要会玩的话 应该是三个一人一个cpu去处理 真正应该达到一个并行的效果 而不是并发 对不对 因为他们三个是不是真正的是在一趟箱上跑啊 我刚画这个图说实话他都不对 对不对 应该是他执行一小道 他执行一小道 他执行一小道 然后来回的切cpu 对不对 最后你看到的效果是 一块出来的 对不对 因为他打印的是不是太快了 能明白吗 温哥 温哥不说话了 哪懵了 真是 温哥咱可下聊啊 这个能明白大家 好啊 这就是咱们开了一个 什么呀 紫线程吧 是不是啊 那问大家啊 这里有一个叫start的 这个start 大家看 这个thread是不是一个类啊 这个类 我是实力出来一个类的 一个 这个thread的这个类的一个实力 拿到这个对象去启动start 你们告诉我 为什么启动start 就能走这个high方法呢 还记得sockythread的那个handle方法吗 还记得吗 是不是走来走去 绕了一大圈 是不是就回去了 你表面上没有调用handle方法 但最后你在实力对象 走那个thread forever的时候 最后是不是跑到你那个handle方法去了 是不是跑到你继承的负类的 一个重启的handle方法里面去了 本身有handle方法你重写它嘛 是不是这意思 但这个肯定不是重写 这是因为是不是有个指定啊 直接走到这个high函数 没问题是吧大家 那接下来 我看看啊 咱们先讲一个什么呢 再给大家写个例子啊 咱们现在模拟一个效果 模拟一个什么效果呢 模拟一个 嗯 并发的效果 这个 先想啊 这个已经并发了 再来一个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过程 嗯 写个threading 然后再来一个 什么呢 什么 time 这个time 有时候打印一下时间用 大家看 刚才我们是不是解 大概的看了一下怎么开一个县城 对不对 这个县城我们刚非常简单 它就是通过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高级模块 thriding.thride 来提供给我们的 对不对 我告诉你们啊 其实还有一个 pathon里面啊 还有一个接口 提供给我们 用于进行这个 这个县城操作的 叫thride 但是这个接口 是接 相较于thriding 是一个更接近 相接近于底层的 thriding属于一个高级API 能懂这个意思吗 就是 接口大家明白吧 他给我的这个thriding 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接口啊 对不对 他给了我个接口 我需要关心它内部怎么实现的功能吧 我是不是拿过来用就行了 我是不是仅仅需要 我知道thriding.thride 是不是能开县城就行了 你怎么封装的 是不是你的事情 我只要接口 对不对 很好用 那就ok了 还有一个 我说的 就是一个叫thride的一个类 这个类 它相较于thriding更底层 懂这个意思吗 但是咱们以后经常用的 就用这个thriding就行了 好吧 这是开县城的一个模块 叫thriding 嗯 我们继续来看啊 我现在要做两件事情 做两件事情 是不是得写两个函数 两个函数 第一件事情 比如说 我想 干嘛 听音乐 可不可以啊 听音乐这件事 怎么做 首先 打印一个时间 行不行 行不行 可以 可以 to listen 这个花多久啊 在听课是吧 begin to listen 然后这个时候 咱们是不是应该把时间打印一下 嗯 时间 加个什么呀 加个什么 是不是加个time.c time 就行了 可以吧 可以 c time 是吧 这是 首先 你执行music 这个函数的时候 首先让他打印一条 你当前的时间 ok吧 然后中间我让他停 停个时间 停个2秒钟 3秒钟的 ok吧 嗯 然后最后再打印一条 什么信息啊 结束 行不行啊 咱们来具体看看他这个状态啊 啊 来个and listen 知道 是吧 这是咱们music 再来一个函数 写个什么 你能听着音乐还干什么呀 听着音乐看电影是吧 挺会玩啊 打游戏是吧 可以 game game是吧 好 game吧 嗯 英语水平不错 啊 这个咱们停的时间啊 咱们让他长一点 行不行啊 停5秒钟 我现在听我说啊 这个例子不难 我希望你们自己猜解我 好吗 根据咱们学的这些东西 to play game 是吧 那 这个停5秒钟 怎么去开县城 启动它们 文哥 你说我写行不行啊 啊 我刚才怎么写的呀 我刚才怎么写的呀 哎哟 文哥 真是让你急死我得了 正天理 t等于 thriding thriding 什么 thride 然后呢 什么 带着音 target等于什么 等于什么 别人别说话啊 什么music 对吗 然后呢 有啊个吗 需要他贴参数吗 是没有参数啊 没有参数就不需要贴了 懂吗 然后呢 t 点 start 你这是起了一个显成执行的一个函数 对不对 能不能再起一个 是不是复制一下就行了 对吧 好 问大家啊 我给你想啊 我告诉你们啊 这个事啊 一个提议吧 接下来我要交给你们两个重要的这个方法 一个叫 join 一个叫 setdemon 再看啊 这个名字又是game 可以吗 再看 现在你开了两个县城 两个县城 他们是不是都start呢 是不是都start呢 你这样写 没问题 ok吗 我能不能通这个放轻环来完成这件事呢 放轻环创建多个实例 然后去跑它 我们先不说放轻环啊 就这个运行结果应该是多少 小云 你后边那个叫什么 廖博师 廖博师 你说一下 结果应该是多少 谁一起出来 music跟game一块出来 然后呢 停三秒 music就出来 是吧 stop music出来 对吧 然后呢 再过两秒 stop game 再过两秒 stop game 结束 是吧 有问题吗 没有 没问题 对不对啊 太多了 一共执行几秒 一共是不是就5秒啊 对 看一下 大家看 你是不是41秒开始的 这个是不是也41秒开始的 过了3秒44秒的时候 是不是stop listen 再过几秒 再过两秒 再过两秒 是不是一共 从41到46一共5秒的时候 停这个game 整个一共用了5秒钟 对不对啊 但是如果这两个你要顺序去执行 得需要几秒钟 你是不是需要8秒钟啊 按咱们之前的你要顺序去执行两个任务 看啥 照样方法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不行 照样方法不能用这个例子 我得多开几个 先定一个空列表 这个空列表叫l 等于一个空列表 空列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fow i in 什么呀 l in range吧 好吧 in range 2 然后 咱们去创建对象的时候 是不是 通过这句话去创建 创建咱们现成对象 对不对 ok 这样你创建对象的时候 这个名字 是不是可以起名字 就叫t啊 可不可以啊 嗯 我想想 这样写行不行 这样是不是就是一个了 哎呀 直接写什么吧 直接把它加进来了 就要 哎我应该怎么去创建 然后才能显示出来一个demon 行行不选择了 直接还要按刚才这个 大家看啊 我现在给t后面加一个什么内容 我现在是不是start了 我问大家 我把t start 拿到下面来行不行 有区别吗 没有 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 这就是开两个实例 两个实例 真正跑是不从start 来运行起来了 是这意思 对不对 那我现在 要写一个方法 叫t.join ok吗 这个照案 是等待的意思 到底等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行不行 写个t一点照案 再写个t二点照案 全给它加上 哦 我问你们啊 我在这里刚才要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我要加上一个print的话 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在这下 再加上 在这加一个ending 这样结果是什么呀 是什么 我加一个print的ending 它是在哪个线程里面 在主线程 主线程 主线程是不是跟这两个线程一起出啊 相当于在同一时刻 是不是有三条出来啊 三条出来 剩下的是不是就一样了 没问题 对不对 看一眼 是不是一块出来了 对 一块出来的啊 那 他们三个线程一起跑 那这个时候 大家看我在这里加上两个join 我们来看什么效果 大家我再给你们演示一遍啊 看着啊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行不行 首先 这两个开始跑 没问题吧 跑的话 是不是就去执行啊 执行第一条第二条 是不是两个先打印出来啊 打印出来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不是三秒钟之后 是不是又完事了 是不是三秒钟之后 那个音乐先完事了 三秒钟之后音乐完事 是不是打印stop呀 是三秒钟之后打印的吧 是吧 然后这个呢 又是不是过了两秒 打印最后打印ending 这个过程跟刚才咱们讲的有区别吗 差在哪里了 差在这个主线程这了 对不对啊 ending 给我跑到最后打印了 是不是啊 你们猜一下 这个join到底是干嘛的 看一下join方法是谁在调用 指线程 是不是指线程对象啊 那你们说他等的是谁啊 是不是应该是 你看啊 我如果是提一点照是谁啊 提一是我的线程一 对不对 我线程一 提一 不执行完 是不是不不往下走啊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明白吧 刚才我们不加这两句 是不是下边的继续就 主线程就继续跟他们往下走了 但是如果你家join 他等待的是什么 等待的是提一 提一不执行完 主线程不继续执行 一直在这等待着 明白吧 我这里不光等待提一 是不是还在等待提二啊 是不是两个都在等待着 两个同时开启 两个同时等待 是不是两个都完事之后 最后答应了print ending啊 嗯 能明白吗大家 确定吗 确定 确定 那我问你们 我现在把这个东西调一下 谁的时间长啊 他俩 T2时间长是吗 T2时间长 把T2引掉 行不行 谁来告诉我结果 无穷 结果是什么 应该是两个载进去 再载进去 一个完备 再载进去 安定 再载进去 什么 首先 先打印这两条 对不对 对对对 打印完这两条 几秒钟之后 三秒钟之后 三秒钟之后 打印这一条 这一条 执行完事了吗 完事了 然后打印谁 打印ending 是这意思吗 大家 打印完ending之后呢 再等 再等 是不是再过两秒钟 打印谁 是不是这个stop stop to play game 能明白吗 大家 我再给你们解释一下 我 现在是T1T2两个 肯定已经同时开启了 他们已经开始在跑了 对不对 两个在跑 这句话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T1这个限制不结束 谁也别往下走 能明白吧 谁也别往下走 T1在三秒之后 是不是 完事了 T1完事之后 我问你们 T1完事之后 是不是首先 他已经打印完这两条了 是不是这一条也打印完了 三秒钟之后 这个时候 这一条 跟谁应该是并驾着走的 是不是跟ending啊 因为T1已经结束了 谁也没有拦着他 主线程 是不是跟他们并驾着走 是不是ending 应该也在这一刻出来了 他们两个谁先谁后 不知道 懂这个意思吗 到底是谁啊 到底是这一条先出啊 不对 肯定是这个先出 对不对 肯定是这个 他运行完之后 他才能并驾着往下走 对不对 对对 咱们来看一下啊 他两个先出来 三秒钟之后 是不是他们两个一块出来 对 是不是再过两秒钟 他自己再出来 对 没问题了大家 好 那T2呢 如果把谁改了呢 把T1停了 把T2改了呢 直接把T1的时间改掉 除非把T 我问一下啊 看大家是不是真明白了 黄威 两个比例对吧 对 然后呢 别说 就说现象 嗯 嗯 你别告诉我 你就一步步来吧 打印完两个比例 然后呢 不不不不 两个比例打印完了之后 对不对 该打印什么了 stop listen stop listen 什么时候打印的stop listen ok 我问你啊 我问一个问题 现在我是不是又写了个T2点照啊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在等待T2执行完事 那我问你啊 在T2执行完事之前 他这句话是不是相当于没有任何影响 对不对 我问你 你现在打印完这两个比例之后 该走谁了 该走谁了 首先这个ending跟他们一起走吗 不走 不走对不对 为什么 T2没有结束 是不是 那我是不是正常继续往下走 该怎么走了 什么 ok 是stop listen 什么时候stop listen 三秒过后stop listen 谁结束了 T1结束了对不对 T1结束 接下来呢 T2还没结束 就ending这个时候 打印不打印 ending打印吧 不打印 接着怎么走 再两秒钟之后 stop game 最后打印 ending 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 你了解之后 你只要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到底是不是这个时间长短还有影响 三秒钟跟五秒钟是不是不一样 到底谁先谁后 他们到底谁先完成对不对 对 我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两个先出来之后 三秒钟之后 是不是出来stop listen 是不是后两个一起出来 没有任何问题吧大家 没有 好啊 一定要知道这个照的方法 那有同学 照的方法有用吗 有用吗 有用吗 我告诉你有一种情况下的确是 你要这么用的话就没用了 我告诉你怎么用 你说 什么呀 你说 你说 你喊一喊就是让我说是吗 我问大家 我在这里是不是T1T2照 都开了的话 不对 不是这样 我是不是应该这样 哎 我把这个东西是不是挪到哪来啊 挪到print 我问你们我要挪到这变成什么样子了 这变成什么样子了 等T1结束之后 等T1结束之后 在东北 变成什么样子了 打印前两个再打印后 一块先打印前两个是吧 那个 那个 怎么着 改吗 你们可真行 那姑娘 叫什么 赖英啊 什么 知道吗 不知道 原来你们都是骗我呀 幸亏啊 我留了一手啊 你们每一次都一起汗的时候 我都以为你们都会了 你知道 可为什么我一点都说不出来啊 当然是主线程了 许福坤 许福坤 哦 先把谁打印 music 先打印它 然后三秒钟之后再打印它 是这意思吗 是吗 是吗 然后呢 再打印完它是顺时打印它吗 不是 不是吗 打印完它是不是就打印它了 然后呢 五秒钟之后再打印它 是这意思吗 是 那整个程序一共用了多少秒 是这意思吗 看看 好 恩定什么时候出啊 34 对不对 3秒钟37 37 是不是出来了 然后再过2秒钟吧 不是 再过5秒钟吧 是不是42啊 恩定是不是出来了 一共花了多少秒钟 8秒钟 大家看 如果我这样转的话 成什么样子 他跟我直接去运行两个函数 还有区别吗 没有 我 我 我看县城干嘛 是不是 我这样写的话 我就直接写什么呀 不是 直接写这个两个函数的名字 是不是就行了 一个叫没有这个 是吧 我是不是这样写 然后再去写个什么呀 什么game 效果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吧 对 你开县城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懂吗 所以说这个照案 你得 他肯定是有意义的 没有吧 但是你不能乱用 你要用成刚才这个样子 是不是就没意义了 对 失去多县城的意义了 咱开多县城目的是干嘛呀 时间并发嘛 没问题了吧 这个照案 行啊 行 你们练一下吧 不行 得让你们练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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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